畫面上一名外籍男子 站在路肩停等紅燈 沒想到下一秒被迎面而來的 機車騎士撞上雙雙跌倒在地 車禍造成這名外籍男子 腿部受傷 膝蓋小腿血流不止 還縫了好幾針 事發覺在週五早上十點多 台南大統路三段站牌前 這名美國籍男子等公車 正要打開手機看時刻表示 一輛電動機車衝過來撞上他 機車噴飛到路中央 外籍男子腿部受傷送醫治療 那原本登山行程被迫取消 發文感嘆台灣是行人地獄 台南是行人地獄首都 網友回應這樣的事情 台灣天天都有一個 也有人質疑 設置在路間的公車站牌 幾乎沒有任何保護措施 附近民眾說太離譜 因為道路相當寬廣 路間也很大 搞不清楚怎麼會撞上 性男子發生碰撞 由於這條道路上 部分機車騎士習慣向右行駛 騎上路間 對於等候公車的民眾確實有危險 是否有改善空間 相關單位還需鑑定釐清 三立新王少宇 陳雲安 台南報導